哇 现在咱们把这个干绷羊肉给它捞一下 然后咱们把这个羊肉给它护一下 咱们把这些羊腿什么的先给它捞出 哇 市场上买了半个羊了 今天咱们来做个一羊两吃 咱们把羊肉给它简单清洗一下 哇 还有点放不下羊肉给它炖一下 这边有个关节咱们给它打开 咱也看一下这边有个关节 从关节处给它分割 这块排骨啊 咱们羊肉直接放到锅中 然后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咱们先给羊肉焯一下水 还剩一半比较肥呢 给大家带来一个干绷羊肉啊 我们本地的做法 接下来咱们准备点煮肉的调料啊 首先呢准备点红葱和酱 红葱是我们本地的一种葱啊 它虽然其貌不扬啊 但是劲儿特别大 它的香味味特别冲啊 而且这个去形增香啊 跟羊肉添作之和 羊肉用上这个红葱 哇天 简直味道直接起飞 然后羊肉 咱们拿清水 给它泡上20分钟 还是种规矩啊 对 一定是要打的 红沫撇的差不多啊 咱们把这个红葱和姜片给它下里边 再来点花椒面 来点干辣椒 然后来点辣椒面 稍微来点姜粉 来点大青年 贝美香甜一把盐 羊肉不要吃盐 盐可以多放一些 接下来不盖锅盖 咱们给它炖上20分钟 刚才的羊肉也泡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咱们给它装到刮牙锅 咱们把羊肉捞出 把提前准备好的 红葱 洋葱 大葱 花椒 盐 干辣椒 给它下里边 剩下这点羊肉给它下出来 咱们这个干绷羊肉不放一滴水啊 用它自身的热量和油量 给它焖熟 接下来盖盖 咱们小火再给它炖上40分钟 好咱们给里边搁点土豆 接着给它盖盖 炖上20分钟 在高压锅里边压着 逼的不是特别干 咱们换炒锅 给它简单逼一下 目前确实是只剩下油和水了 这边咱们再给里边稍微来点粉条 盖盖 咱们再给它炖上三五分钟 现在咱们把这个干绷羊肉给它捞一下 然后咱们把这个羊肉给它护一下 咱们把这些羊腿什么的先给它捞出 哈喽哈喽大家好 哇天不容易啊 终于搞定了 来点来点来点 哇天 感觉是满满的幸福啊 哇 这个粉条绝辣 哇 来个这羊排 来点菜 咱们拿手套啊 来 现在就来一个小羊腿 哇 有点烫啊 嗯 还很香 这筋已经炖的 极其烂火 来口南盐菜 嗯 哦 顺便给口腔酱酱杯 接下来来一块这个 嗯 这上面肉明显紧致一些 而且耐嚼一些 嗯 也许放了洋葱的缘故啊 吃起来游香游香啊 来口辣洋葱 再来一块羊排 嗯 好 接下来的就是咱们的盖饭环节啊 米饭必须盖谁盖谁可爱 配合上这个粉条 好 是 味道 就是 是 再来 很不服 这个 这个 是 那么 那么 我 为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